2023年有大批的中国人涌入老国 为啥最后多旬的离开呢 在接待了一百多位从国内来访的朋友以后 我给大家分享几个关于老国真实的现状 听完觉得有用的朋友可以收藏转发 老国从许多东南亚的国家一样 在经历了疫情三年的等待之后 终于迎来了国门大开之后的大爆发 特别是过完年之后的二三月份 大量的中国人涌入老国 那个时候呢很多的媒体啊都在报道 老欧的各个行业啊将迎来很大的发展 记得我是今年正月初四和大摇带的小孩回国度假的 在家里面待了差不多十来天吧 正月十几的时候从昆明南站坐火车到老欧的首都外向 因为那个时候的中央铁路跨国客运呢还没有开通 从昆明南站坐到墨汉以后呢 北转汽车出境然后到达老欧的墨丁 我们到达墨丁之后那边的酒店啊基本上都住嘛 找了好几家呢才找到 那时候经常和朋友聊天的时候呢都觉得 今年的生意我们应该会好一点 因为那个时候中央铁路啊每天这个人家发的视频啊 都是在整火车整火车往老欧那边拉 全都是中国人 如果在老欧的朋友们应该是有感受的 二三月份那时候像朗姆拉邦啊像万勇嘛 这些老欧的旅游城市 可以说是游客啊都压到大街了 其实今年来到老欧这边的中国人呢 我觉得可以主要分为三种人群啊 第一种呢是来旅游啊 主要以大爷大妈为主啊 大概有一成的比例吧 第二种呢就是来老欧这边考察市场啊 来老欧这边找商机创业的这些人 大概我觉得有占比应该有40%左右吧 那剩下的50%呢 那就是浩浩荡荡的来老欧找老国大军了 高峰期的时候呢听那些做酒店的朋友说啊 据说是有三万到五万人 在老欧的朗姆拉邦和万勇万象这几个城市找老婆 话说在最近这几年东南亚老欧金山脚这些负面新闻的影响下呢 除了那些跟团旅游的退休大爷大妈 其实啊能够支撑踏入老欧的 我觉得应该没有一个是等闲之辈 为啥基地两个月以后呢 老欧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呢 大多数人啊都是选择离开老欧呢 给大家看一看我现在在三江中国城开水果店的这条街啊 街上的行人呢唏唏唏唏唏的 只是今年这条街上的店呢 是换了一批又一批 一边呢有人在关门回家 一边呢有人在开夜大集 有的店呢可能甚至只经营了几个月就关掉了 按照比例啊 咱先来说一下来老欧找老婆的这个 最近这两年呢 可能是由于网络上的各种关于老欧这个找老婆的剧情啊 轮番上演 已经是把老欧这边找老婆这件事情啊 感觉给神化了 都在比平来老欧找老婆 谁花的时间更短啊 有的来一个月就结婚了 后面甚至有的来三天就能找到结婚的 确实让国内那些不明真相的单身朋友们啊 心里是十分的痒痒 今天为了节约大家时间呢 我就只给大家说几个现实情况吧 第一个呢就是老欧的女孩 她并不是和很多人所想象的那样 都真的抢着要嫁到咱们中国去呢 第二就是很多朋友如果对老欧一点都不了解的情况下 又没有亲戚朋友在老欧这边 过来基本上可以说是寸步难行 这第一个难关就是语言沟通 虽然现在也有不少老欧人他也会中文啊 但是这些人他们大都是集中在和我们中国人相关的行业或者是区域 比如说我现在开店这个老欧的中国人 也是老欧的唐人第二 这里的老欧小姑娘几乎个个都会中文 甚至有些人如果不说你听他说话 根本不知道他是老欧人 所以老欧话一句都不会呢 就想找到真爱啊 这个几率是非常非常低的 因为谈恋爱首先第一个字就谈嘛 对不对 再有就是很多人想的 我就找一个会中文的不就行了吗 我个人认为啊 会中文的都挺难把控的 这个多了就不说了啊 还有一个就是找老婆呢 她不是一天两天能搞令的 那些说什么三天十天一个月呢 我觉得她都挺悬的啊 别害老欧币 现在贬值一百块钱能换不少老欧币 那疫情以后呢 老欧那边的物价是翻了好几倍 几天前一个粉丝 他在万象和我店里聊天的时候说 他现在一天的花销 差不多接近两百万老欧币 人民币差不多七八百块钱吧 这个呢还是不包括 什么去那些娱乐场所 他几乎从来不去啊 然后就是去女孩家里面 我们总不能空着手去吧 现在老欧人看到咱们中国女婿啊 都得高看一眼的 不管你是真有钱还是假有钱 该花的钱呢一分都少不掉 其他二姑八大一加十几口 二十几口是非常正常的 所以真实的消费 和在老欧这边的花销呢 会让很多人在老欧待一段时间呢 就打到盔子 最后呢也顺带说一下 老欧今年打击这个的力度呢 也是比网络要强的很多啊 不少地方呢都是在查这个 非法族局啊 等等等等这些下官的东西啊 可能也是下退了一部分人吧 最后呢给大家说一下 就是来老欧找商机创业的这个情况呢 其实老欧他作为一个百业带新的国家 特别是随着这个中老体路的开通 咱们这个一带一路所带来的机遇呢 按理说是有的啊 但是大部分人来看了之后呢 都没有有下是为什么呢 在和那些来的粉丝 他们聊天的过程中啊 我觉得有两种情况吧 第一种就是自身比较有实力的 他们这些人呢 认为老欧的市场太小 竞争呢也不是说一点都没有 也是有一些竞争的 但是老欧相比于其他国家或者地区 对于他们来说的这个优势呢 可能并不是特别明显 另外一种就是奔着来老欧 白手起家 或者说是东山再起的朋友呢 老欧其实并不是网络上所说的这个 遍地黄金啊 遍地商机的 什么百个摊卖个杂串 年入百万这种事情 几乎很难的啊 可能呢只有大家真的来考察之后呢 才了解老欧这边的创业成本 它是蛮高的 比如说老欧这边的房租啊 老欧这边的运输成本 老欧这边的人工成本 包括我们在老欧这边经商所需要的 各种各样的证件啊 以及说服这些的 会让很多人知难而退 还有最后一个就是在老欧这边 其实它是也有竞争的 只是说它的竞争呢 没有我们国内那么激烈啊 没有国内卷的那么严重 给大家举一个很小的例子 就是在老欧这边的这个早餐 因为很多人说去老欧做早餐呢 这个正不正情啊 我之前在疫情期间拍的视频呢 我曾经给大家分享过 来老欧这边做早餐呢 还是有一些机会的 那时候为啥呢 因为在老欧这边做早餐的人非常少啊 可能在三江我印象中 应该就两三家做早餐的吧 所以呢 这些店铺的生意的话是蛮火爆的 但是大家如果现在有在外向生活的 应该知道了 现在三江这个附近的早餐店啊 可能大大小小的 包括店铺 包括摆摊的这些的 可能有十几二十家 甚至更多了 所以呢在老欧这边做生意啊 也不是大家所想象的那样 非常简单轻而易举的 就能取得成功的 好了 这就是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几个信息吧 最后呢 大家认为现在在老欧做什么事情能够赚钱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记得点赞关注哦